好我們做好位移後跟 curve 的調整後 其實這樣的話其實就是可以進行是一個最基礎的球彈跳 不過但是其實我們還 動畫十二原則大家知道嗎 擠壓縮放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他不但可以增加我們的力道感 其實其實可以讓 畫東西更真實 怎麼說真實呢 你看高爾夫球其實是很硬很硬的嘛 可是實際上你看拍 slow motion 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有擠壓縮放 慢動作拍的時候 看他看超級柔軟 不過這個動態都是在很小的時間內發生 所以其實我當我們做了這些細節後 其實你的動態其實的感覺會更真實 好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新增我們的 縮放的 部分 好 我們先在我們的關鍵格的地方都先 所以我們scale的骨頭先 對scale先射key 射key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 剛才像 剛才看到了嗎 我們在碰到的這一瞬間 剛才那個高爾夫球 他碰到後他被擠壓了 好我們擠壓 我們來播放看看 其實跟實際上想的不太一樣嘛 因為你看他其實在中間的過程中 他也被擠壓了 所以其實應該合理的狀況下應該是他還沒碰到 物件前應該他不會擠壓 所以我們這裡 先一樣複製key 他在接觸前 都沒有擠壓 我們再播放看看 其實更比較稍微 符合真實狀況一點 沒有再很奇怪這樣莫名縮小 可是其實我們只能這裡看 他 還是有奇怪 這裡還沒碰到錢就縮小嘛 這裡我們可以進到 grap editor 我們這裡scale 稍微放大一點 讓他 比較慢一點 開始縮小 他沒那麼那麼快 開始做縮放 我們這裡是比較快 好 再來就是 所謂 我們在落地這樣動畫 讓他更有速度感呢 就是他在落下的時候 低吸引力嘛 加速度會越來越快 所以我們一樣這樣應該再設在8個這裡 他快要落下的時候 其實他這裡 他被拉扯 我們這裡scale 他 多放 我們要回到dope shoot 我們這個影格 複製給後面 我們播放 有沒有看起來 他的彈性感更有了 打碰 因為地性利益 下墜 對 當然我們這邊我們可以 就不需要再設更多的key 我們這裡 把scale這裡 他一開始下墜就開始縮放了 我們這裡可以 我們在curve curve的地方我們可以 在scale這裡 我們把scale值 我們這裡 縮放 這裡 這裡剛才沒有講到 你們預設的時候 這裡應該是幫center 一定要是以你curve的中心 來做縮放 所以當我選到兩個key的時候 他會沒有辦法 依照中心來縮放 所以我們這裡切換到 individual center 這樣就可以兩個 一次選兩個key 一起做整比例的縮放 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讓他 落下的時候 不要那麼快 縮放 這裡 這樣 讓他縮放的 變的時間 更晚一點 這樣我們球彈跳 基本上就完成了 然後這裡 這裡說我們現在是做了一個loop 因為我們現在影格這裡 我們播放是把它放到這麼短 我們才有辦法這樣子做做播放 那可是像我們影格如果恢復到 100格 100格 13秒 那250格 這樣我們後面就沒有動畫了 這樣其實我們等於是沒有做loop 這樣等於是沒有做到loop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 那個curve Function curve的modifier來做讓他做curve的loop 那他在哪裡呢 一樣在 我們在上面按N 他有參數的面板 在下面我們按N 他這裡也是有 N 他是在timeline裡面 E E E